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Arshton Underline 看到這裡有一間很大間的IKEA 但是我們就不是來IKEA 剛剛看完一個盤 其實有朋友都問Arshton Underline 這裡怎樣 我也想為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 這裡剛剛有一間輕鐵經過 其實它很方便的就是交通網 首先就是有Metrolink 可以去市中心 出入舒緩當地的交通 其實也有傳說 未來那個Metrolink會延伸到去 再進一些 可能會去State Bridge 到時會打通東邊的Manchester交通 因為交通始終是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暫時一晚吃 至於 除了Metrolink以外 大家都可以看看 其實 Arshton Underline 都可以通過M60 可以出入不同的區域 例如 Stortport Manchester 周邊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一個外環的高速公路 所以其實 你說出入其他的地方 它開車都很方便 配合其實這邊的 人口一直都在增長 其實如果通常人口增長 就會那些地區 可能應付不到 政府當地都會規劃 加強改善 Public Transport 還有其他居民需要的東西 例如 有些新的Retail Park 都陸續在這裡申請會建 除了我說的Retail Park 我知道有些會 現在計劃 會在計劃當中 還有一些 有些 文娛的 大型的建築 或者商務的辦公室 都在申請在這裡 正在建的 所以 除了說要顧到交通 當地規劃也要考慮 居民的娛樂設施 例如 有一個 休閒的中心 都很重要 現在都在說 那個 地區 可能裡面會有些 游泳 各樣一站式的 看樂活動 給當地居民 那裡都會投放很多資金 我們現在就走到 阿雙恩德拉的 Interchange 是一個 交通書樓 這裡就是Metrolink 前面就是一個 巴士總站 所以居民來這裡 出入市中心 其他地方都很方便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所提的 阿雙恩德拉的主要交通書樓 看到它翻新過有些電子板 說一下那些班次 什麼時候到 各樣東西呢 就organized 很多 你看到 有時候好像 有些巴士站 例如 比較舊的 Stoppel 那個 Town Center 那裡 那些東西呢 巴士的消息 指示 都沒有那麼清晰 那這裏有了那些 指示 可以告訴你 家裡不清楚可以去 Information那裏問 或者是 那些 Cash Machine 那樣東西 可以有些很清晰的指引 不會感覺好像 那個地方很殘 那樣 看到 其實這個主要的交通中心 那一出面就是Ikea 其實 當地居民都很幸福的 就是基本所有東西 都在他們這個 村子裡面 那要去回Sulford Eccles Miller City 那這裏就直接可以上那個 Metrolanguel 總站就在這裏 那說回到那個人口 那因為 就是 這裏政府的規劃其實都很細心的 他會考慮到 就是可能 有些 住宅是偏向給Yarn Family的 那會 陸陸續續 有些新發展商都在申請中 譬如有一塊地 就是前身的學校都說 批了給他們 他們建一百幾二百間屋 就是可能 給Yarn Family 那還有 其實 老人問題 都會考慮 那都計劃 是會建一些 for 退休人士的 apartment 那裏面 可能會有 其他相應的設施 照顧給老人家 那還有 年輕人可能 又會需要其他的 apartment 那所以他們 這裏的規劃 都會是 根據 不同年紀的人 設計 給他們 合適的人士 那我們其實說回 剛剛看 Terrace House 現在 就說 OL6為例 其實就跟市中心 我想大概是 開車 就五分鐘左右 剛剛看了一個 是180K的 那那個 兩房的Terrace House 就那個房間都OK 那個Size OK 那還有 有個 起碼有個Garden 那 那 那個業主呢 之前都其實 放賣了 可能 7月頭 那因為 可能買家 Mortgage 做不到有Pullout 那他之後呢 都有做 有出租 那基本上 他說 550磅 一個月 那他可能 當時就收得比較低 那基本上 那些屋現在可以600磅 都沒有問題 那還有 類似100K頭的屋呢 都很受這裡 歡迎的 即 不管是 首次上車客啊 或者是 投資的那些朋友都是 那所以 都幾popular的 在這個地方 如果買樓出租的話 那 就是交通很方便 看到那個Train Station 那個站在前面 其實 大家可以看 那 所以 都是 經常提議 大家如果真的 買樓都要知道 當地的區的發展 有空再多些 查一下 當地的未來 規劃 因為 這些 基建設施 真的很影響了 一個區的成長 還有 其他人 會不會想買樓 或者租樓 都可以介紹一下 這塊東西 都是政府 都是浪費了很多錢 去做 其實它是 在樓下 你見到 是有些 商店 樓上 就是 商業用 有 辦公室 其他機構 在這裡 那 這塊 建築物 我想 是最 2018年 落成了 是的 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 可以上去再看 給大家 是的 它分開幾塊 它這裡有 有 但是 它這個市中心 這裡 就除了 說 有 VTEL 還有 它希望 製造多些就業機會 有不同的 公司 在這裡 帶動回 當地的經濟 那現在 Lockdown 就可以 都可以看一看 基本上 那些 Pub 所有的東西 都關掉了 這裡還有 樓下 都是做生意 樓上 就是辦公室 看到這裡 都是剛剛 剛剛經過 都是比較新的建築 都是一個 高校 所以 很多區 都要看一下 會不會真的會有 資金或者 私人發展商 會在那邊 做一些 舊區活化 因為可以徹底 改變了 當地 尤其是購物 娛樂 設施 年輕的 家庭 朋友 都會 多了在那裡聚集 對樓家 或者 各樣東西 都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對了 我們剛剛到這個 Town Center 現在都 進行著 一些維修 美化 希望再 吸引 多些人 會在這裡 休閒娛樂 可以看一下這個 Banner 旁邊還有一個 Market Square 就是 可以在那裡 找一下不同 各個的美食 就是這個 不夠了 你可能見到 一些 有些 地方 都是殘殘舊舊 不過 不夠了 將來 這些都會重新 會再 收集 就是 你好像 你看到這個 突然有一間 這麼新的建築 跟 這麼舊的 一起 都是 其中一個 就是 regeneration 就是 我們都會去其他地方 有時候都看到 好像 Loffridge 那樣 Town Center 尤其是 Shopping Mall 那些 都是零零射射射 特別新的 都是因為 當地的 市政府 希望出錢 再 翻新 整個地方 吸引多些 商鋪 在那裡 進住 自自然 又會多些人流 那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給大家參考 OK 未來哪裏的區 人口 會 增長 是的 已經 兩 一 一 二 一 一 二